俗话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,话虎话疲难话骨,要真正认识,了解一个人,不仅困难,而且还需要一定时间,因为人会伪装自己,如果结交到一些心胸狭隘,自私自利,忤逆之人,那么注定你的人生会被毁掉。 反之,如果大家遇到友善,诚实,心胸宽广之人,那么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,正所谓尽诸者赤,尽莫则黑,然而,我们在生活中又该如何判断应该与哪些人交往,哪些人应该远离呢?真正的聪明人,从来都远离这几种小人,看看你身边有吗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远离品行不端的朋友。 曾国藩说,一生成败,皆关乎朋友之嫌否,不可不慎,交一个嫌有,得一生帮助,交一个损友,悔一世清明。 人,不怕成功路上崎岖多尖,就怕遇到一个两面三刀,品行不端的朋友。 现实生活中,有一些人总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好,看到别人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,就会心里不平衡,从而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。 有一些人总是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满嘴谎言,虚情假意。 即使你付出再多,他们也不会念你一分恩情,反而转身为了某些利益就把你出卖了。 还有一些人,恶而不自知,内心阴暗,行为粗暴,以伤害他人为乐,以害人一己为荣,他们不会被任何人的善良而感化,只会越陷越深,由法律来制裁。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,并不是遇到一个强劲有力的对手,而是被身边的朋友不断纠缠,消耗,伤害。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品行不断不朋友,务必要尽早远离,千万别认为自己能够出于你而不然,等到真正受到伤害时。 在后悔就来不及了,远离是非不分的人。 如果你有了一些社会经验,你就会发现是非不分的人不在少数,在这些人的脑子里,所有父母都爱孩子,所有亲戚都是好人,所有朋友都善良宽厚,所有同事都可以信任。 这种人,要么是明知道实情,看透了人心,却选择自欺欺人,要么是粉饰太平,混淆是非,要么就是没有健康成熟的认知能力。 一旦一件事情发生,周围人有了不同意见,他们就不知道谁对谁错,甚至还会口口声声地为恶人出头。 无理变三分,和他们相处,你会非常累,你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做,因为他们不变黑白,分不清好坏, 容易好心办坏事,你为了他们着想,就算说破了,嘴皮子也没用,因为他们不认你那一套价值观。 这种人,我奉劝你远离,因为他们善恶不分,容易被他人操控和利用,也容易被情感绑架,于是没有自己的主见,喜欢偏心偏听。 只有撞了南墙,他们才会悔悟,远离爱占便宜的亲戚。 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这样说亲戚,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。 互相设法沾光,沾不上光就翻白眼,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,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些亲戚,打着亲情的旗号,内心对你各种盘算,占着你的便宜,还要对你说三道四。 当你落魄时,他们最先用各种言语讥讽你,不仅内心瞧不起你,还四处说你不堪的话。 来日你翻山了,日子过好了,他们又用亲情绑架你,说着最动听的话语,却做着最龌龊的事情,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好处时,翻脸比翻书快,不仅是诅咒你,还要给你造谣声势。 现实一次次让我们理解了穷不走亲,复补还乡这句话,说到底,没有几个人希望你真的好,除非在你身上能得到利益,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亲戚。 退休后,看清了这些只愿占便宜,不懂得付出的亲戚,离得越远越好,最好别有往来,善良有爱心的人,一般是斗不过心思复杂的小人,远离是最好的选择。 远离爱搬弄是非的邻居。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,不可避免的都会落入别人的议论当中,谁人背后无人说,谁人背后不说人,有一些议论,不过就是日常一些偶然的说辞。 亦或者就是随口地提及,别无任何居心,一些就是论事的谈资难以避免,也不必太放在心上。 一些正常的传话,其实也不过就是出于无聊意识的消遣罢了,我们都可以心平气和接受。 但是生活当中,总是会有一些人喜欢搬弄是非,喜欢以讹传讹,把一些事情扩大化,原本就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家常理短,到这些人嘴里都会被无限放大,完全和事实相走。 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,一旦被他们耳闻,就会当成事实一般被传出来,到最后被证实只是他们的恶意揣测。 原本退休之后,生活圈子减小,生活寡淡无畏,是应该和邻居们搞好关系,平日里适当地走动,聊聊天,以消除寂寞和无聊。 老话说,谁人背后无人说。 谁人背后不说人,生活里,熟人之间有一些议论,不过就是日常一些偶然的说辞,亦或者就是随口的话,别无拘心,但越是熟悉的人,越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。 有些熟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,什么你家老公比他家的挣钱多了,你家孩子比他家的有出息了,在自己看来这都是每个人的运输。 可对方却觉得是一种不宫廷,总想着搬弄是非,以讹传讹,把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,以彰显他的厉害。 也许这就是网上所说的,你可以过得好,但不能比我过得好。 我们退休之后,生活圈子小了,跟熟人之间平日走动,说说话,聊聊家常,以消除生活的寄聊,若遇到了那些见不得你好的熟人,又特爱挑拨是非的人,一定要远离,否则会被他们卷入一些无端的是非里。 退休本就是安静的过日子,没有必要被这些口舌之争搞得生活乱七八糟,多结交些充满正能量的人,找些兴趣爱好相同的人来往,或者做些公益活动,切不可因为孤独而跟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熟人来往。 远离自施清高,傲慢的人,这些人心态狭隘。 自视甚高,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,更优秀,甚至有时候会看不起别人,而不愿接受别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。 这些人总是自以为是不容人推敲,他们的存在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挫败感和失落感。 聪明的人明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,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,所以聪明人不会过于强调自我,也不会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出一副优越感,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表明不成熟和无知,也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和拒绝。 聪明的人知道,真正的聪明和智慧。 应该表现在愿意学习倾听他人的意见,以一种开放、包容的态度去交往与沟通,学习和成长,需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和思考方式,要善于倾听别人的观点,反思自己的错误。 在人生道路上,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有些人会让我们成长和进步,有些人则会让我们感到痛苦。 真正聪明的人,会适时地远离那些没有价值,甚至有害到我们的人,以求自我成长和完善。 与此同时,我们也应该学会进行正确的选择,与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前行,激发内在潜力,成就自我。 实现人生价值的人,建立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。 这样才能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人生道路上,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和壮丽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